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罗曼粉蛋鸡抗病能力强 产氮率能够达到98% 并且产氮周期长 因此很多的养殖户都选择罗曼粉蛋鸡 但我们栏目组却收到蛋鸡养殖户李立鹏的求助 说他养殖的罗曼粉蛋鸡出现了个头大小不一的情况 于是我们派出帮小妹去一探究竟 求助农户李立鹏39岁 求助问题 郁城鸡个头大小不一 咱现在是什么情况 现在这个鸡吧就是吧 它这个大小不一样 有的大有的小 个头大小不一 对 看是看不出来的 可以用成一下 就能看出有大的有小的 行 行 那咱成成看一看 看看这个是多少 1.85 一斤八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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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撑上其他的 我拿这个 来 这个重 2.71 二斤七两 二斤七两 对 先说一斤的 其他的呢 撑几个 看着个头都差不多 这一撑就撑上了 这个归一下零 对 这个是二斤五两 对 二斤五两 这个有的是一斤多 有的是 两斤多 对 你一撑就撑出来 你看也看不出来 咱这些都是多少日领的 现在是一百天的 一百天的 一百天的 正常体重该达到多少 正常的应该平均度的 二斤四两 现在我这里是吧 有二斤七八两 是吧 有一斤七八两 什么时候发现的 从六十天 六十天以后吧 那是怎么回事呢 不知道了 我也不知道这月孕了 都这样 咱这一个 计设都这样 对 现在全部都是这样 一般来说 小鸡从出口算起 一直到六十零 为育除期 六十零到一百二十零 左右开产 这阶段为育成期 出现这种情况 有没有做什么补救措施呢 大哥 从六十天以后发现了以后 就开始弄上好料 现在这个育一百天 相当于您这个做补救措施 做了四十天了 都没有什么效果 没有 现在它还是大得大 消得消 在李立鹏看来 好料就是蛋白质含量高的饲料 它在饲料中增加了豆粕等用量 然而四十天下来 饲料成本增加了不少 鸡群大小不一的现象 反而更严重了 大的和小的体重差 甚至达到了一斤 低于标准体重的鸡 占到了总数的百分之三十 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李立鹏看到 自己如孩子般细心照料的鸡 却出现这种情况 心中万分焦急 那您看 我刚一进来 我发现咱们北方 其实很少见这种大鹏氧鸡 您是当时怎么想到 用这个大鹏氧鸡的呢 这个大鹏它造价比较低 给它转的造价比较低 然后它这个 你看它这个 透光度好 这个里面命料 结合成本 这个成本要低一些 成本要低 它这个再一个成本 它这个可以用这个 自动上料理 自动刮粪的 不要生人工 由于资金有限 这种大鹏相对于 砖结构的 省得近一半的钱 省下的钱 上了自动喂料 刮粪设备 本想省点人工 多挣点钱 可眼下这情况 本钱都收不回来 这个鸡个头大小不一 对于咱有什么影响吗 下带下礼拜 你成本不就够了吗 它光持六 不下带 你不成本就大了 对不对 那您有两个鸡舍 对 那个鸡舍是有多少只鸡 那个是八千 八千 八千只 这个呢 这个现在是六千 你养鸡养了多久了呀 八九年了吧 八九年了 那您很有经验 我觉得 可以是可以吧 但是我是偷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没有 以前没有 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没有 您这个鸡舍有几个人来管呀 就两个人 我和我父亲 那您父亲在哪呢 就在这住了 我能见见他吗 行 我对你 行 行 您带我去看看 行 李立鹏的父亲养鸡 有三十多年了 二零一零年 在北京打拼多年的李立鹏 因为父亲年纪大了 回家帮父亲打理鸡舍 来 坐吧 坐 坐 坐 哎呀 怎么想到干是这个的 过去在家里养个 它会养个三百二百的 那时候少的 干那么长时间了 有没有让您觉得 你们父子俩比较难的时候呀 那边那是正常的 这是正常现象 这是 不是说 就是那么一番方式 那的时候应该是在零几年 四几次 你知不知道 别天往事也黑 也都不吃门来 今天就死黑了 那今天杆一上就上地 后来今天又第二份 经过两次打击 让这个本来并不富裕的家庭 被迫放弃了养鸡的念头 李立鹏不得已 开始给养殖户运送饲料 这一干就是四年 但是李立鹏心里 却始终放不下养鸡的事业 我一看人家盖这个大棚是吧 性质挺好 搬天有底 我说得也盖一个吧 盖一个 那年盖是离一摸钱 那个亲亲朋友 都借遍了 借了多少钱呀 借来得有十多万吧 家里搬那得没多少 可能也就有个一万块钱吧 我说父亲就那一万 说你先划着吧 人家零划钱全给我了 这两个碰法 现在都是我父亲管的 不想着请点人工吗 两个鸡说呢 这活挺重的 我人工现在贵得很 你请一个鸡 钱的一百块钱 今年下来坐起来 不请人 自然 把这个活做足点 辛苦点 才能拽住起来 父亲的操劳 李立鹏都看在眼里 我感觉我父亲 把我太多了 为了承受一个家 朋友们是吧 朋友们过后再不看什么 爸 辛苦你了 付出了百倍的辛苦 但是却发现个头大小不一 无疑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 看到他家情况的时候 我心里挺难受的 因为我看到大哥 其实是挺用心地在养鸡 当我看到他父亲 为这个鸡舍 从早到晚地这样操劳忙活 我心里又觉得 这个忙一定得帮 为了尽快帮李立鹏解决问题 我们通过专家库检索 找到一个养殖高手 傅庆海 帮小妹立即赶往 傅庆海的养殖场 大姐 我现在削完读了 可以见傅老师了不 她得特别的 你像建台还得最小一次 她得再削一次读 马蛋市 应该就是这间 咱们这边执行是52到58克 那边执行是59到65克 这是老规矩了 老规矩了 这个东西谁也不要动 但可以干嘛 行吗 一定这样说 执行规定 乡土专家 傅庆海 45岁 河北省石家庄市 鸾城驱人 从事鸡苗孵化 蛋鸡养殖25年 年孵化量达3000万只 我看您刚才给大伙 在讲解 马蛋的注意点 对 马蛋有那么多讲究 那您说的 小细节 你像大的 小的 咱们也可以付出小鸡来 但是这样的话 给客户的话 均匀度不够 均匀度不够 所以我们这样大的 小的来 我们转商了 做食用袋就行了 是这样的 傅老师 我这次来呢 找您有点事 想找您帮个忙 我这边有一个养鸡库 他们家养的是这个 育成鸡 已经到这个阶段了 但是呢 它现在出现 个头大小不一的情况 所以说也不知道怎么办 现在挺着急的 所以说想请您去看一看 行行行 可以 你对他们干吧 好嘞 走 您跟我过去看看 很快 帮小妹带着乡土专家 傅庆海 来到李立鹏的养殖场 请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傅老师 傅庆海傅老师 傅老师 这就是我跟您说的 李立鹏 李大哥 傅老师 傅老师 现在是这个情况 傅庆海来到李立鹏的鸡舍 首先提出 要转转看 我问问李彭你那边的风机还新的是吧 还带着薄膜来 对对对 使不得用啊 不是 这鸡舍里边 刚好建成世界不超 这边湿度里会比较多 现在那个还有 但是没有几个没有用 你那个鸡是 多少天转到这里边的 60天 现在是100天了 40天了 对 你为什么没有弄好 你就把鸡舍弄回来 那个温泽玉处那个地方是吧 得修 是吧 这个到60天了 密度比较大了 主动也不行了 我看你这个通风 就是靠边上开个小缝通风 开个小缝 现在只是 那个链子交上 腰气那点 要是天窗 天窗换完气 你这个是被动通风 对对 那个应该是主动通风 对 这环境 肯定这里边 环境不理想 你看到里边有味 它做人还是 通风坏气 对 亮晶 对 对 就是那个 马朗沫 基本上没有通风 空气质量不好 那么让它长的时候 整体发育会迟缓 你看你这个鸡 是吧 个头大的 很少 都是个头小的 当鸡舍内通风 出现问题时 往往会导致鸡群 发生细菌性 病毒性等疾病 这些疾病 不仅会导致鸡群 发生支气管炎 等呼吸道系统疾病 还会导致消化不良 等消化系统疾病 最终导致鸡群 采食量下降 免疫力下降 饲料利用水平下降 最终影响个头发育 炸线都有吧 工具都有 不然这时候我帮你 咱们接一个 你试试看看 行 行吧 这个难不难 这个就是接个线 就接个线 对就接个线 接个炸 一开它一关它就行了 这个专家一点架子都没有 就是他来到之后 看到没有通风 说你为什么 有这个风机不去通风呢 会不会接电呀 然后直接就上手 开始接电 我觉得这专家老师太好了 真的很热心 没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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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周电吧 空气开始运作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下面 都觉得空气变清新了 对对对 怎么样大哥 这样好不好 挺好 挺好 你这个均匀度呢 我目测了一下 是 估计不到70% 60多吧 均匀度也叫整齐度 是标准体重范围内 鸡的支数 占全部支数的百分比 通常均匀度 通常均匀度应该达到百分之九十 父亲还指出 李立鹏的鸡群均匀度只有百分之六十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这个情况完全改过来可能不现实 咱们通过各个地方就说 包括环境 是吧 包括大小分群 是吧 包括饲料调整 你把这个东西啊 慢慢慢慢上说啊 肯定有一根损 但是把这个损失叫到最低 我也是60天吧 再上了大陆 上大陆蒸气度 均匀度还行 慢慢慢慢 在它均匀度就 又大的又消利了 大的小的放在一块 那肯定大的欺负小的 是吧 肯定吃料的时候 大的坚持小的最后吃 这三个小的了 其中我放在一个一头 我装饿好料 饿好料 是吧 饿好料 把它这个料要分开 营养好一点 它慢慢它会 它会长得快一点 蛋鸡体重不达标 可能会导致开产时间延迟 并且产氮量也低 但个头偏小 甚至没有产氮高峰期 同一匹鸡 在生长过程中 会慢慢出现强弱差异 这个时候 就要将弱小的鸡挑出 进行分群 加强管理 多观察 对 多观察 然后看这样活的话 你把这个小的了 拿出来 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个小筋 不要在这里边咬了 这个就不行 对 它个小 你拿来 容易受欺负 对 容易受欺负 对 容易受欺负 这个个儿也小 这个比刚才那个大点 容易受欺负 你摸这两个都差不多 是吧 然后就让它在里边 再给它加一个 回头让它充铲 放着一头 是吧 充铲再加一个 那边腾出笼来 最后再一头 您的意思就是 每天观察 根据鸡的掌势 咱们随时调 对 随时调整 随时输入方案了 举个例子 这儿说 这个刺的 有饲料价子得咬 没有饲料价子得可以掏 原来 要是均匀度差的话 蛋鸡一直吃料 但到开产的时候 又不下蛋 这样饲料花的钱 只能是干投入 没有收获 所以李立鹏决定 应该做一下分群 就在分群的同时 帮小妹发现了一个问题 附老师 附老师 我发现有很多鸡的 鸡爪子上面 都有那个黑黑的东西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说那脚趾是吧 嗯 脚趾 是这样的是吧 您看看 它这是几根破 你看 这个就有 嗯 这个就有 大哥您平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有 我走了一圈 我发现有好多鸡鸡 都是出现这个情况 有 这个吧 这个104 到这个是零力级都有 都有这个情况 嗯 这个正常吗 正常 这个正常啊 正常但是让说 我刚才也注意看了 是吧 你这个好像比例有点高 达到了百分之八九十都有 确实多点 嗯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 这个 通常来讲 咱们这个这个 这个属于是这样说啊 呃 维生素缺乏 哦 准确说是B度维生素 B度维生素缺乏 这个问题反正上 比较普遍 一般情况开展以后啊 它这个症状会自然消失 就自然消失 嗯嗯 但是这样说 你这个比例比较大 我建议你啊 比如说在饲料当中 多加一点这个 符合维生素 或者B度维生素 或者B度维生素 这类东西多加一点 嗯 此时 傅青海又抓起鸡爪 仔细观察了起来 你看到说你这个鸡 嗯 静肠打标呗 你感觉 静肠 凉活呗 没有 没有 老师啊 静肠是什么意思 静肠也就是说 从这个位置 关节到这个 可以立平 这个位置啊 哦 对 到它手掌的这个位置 对对 到手掌位置啊 正好落在这 是吧 落在这啊 到这个位置 这就是静肠 对静肠 你这样我给你测测吧 啊 行 麻烦了我们拿我们优标卡10 啊 给你测测测测测看你的静肠达标呗 咱们抓几个鸡量量它这个静肠啊 你看一下 你拿这个 嗯 叫长 对 叫长 到管节 对 对 嗯 好嘞 嗯 这多长啊 刚才咱们找一个个小的啊 那这时候这 现在100天的鸡 100天的鸡 应该是103 100天的鸡 对 10.3厘米 10.3厘米 8.3 对 8.3 差2厘米 差2厘米 差的不少啊 差的不少 咱们这样这两个个大的呢 这个头哪出来了 大概是9.3 9.3 对 这个也不达标 这也不达标 这个个头大的也不达标 对 个头大的也不达标 嗯 这样的差少点 差少点 咱们再量量 父亲海接连测了几只鸡 净肠最长的只有9.8厘米 净肠不影响拆断吗 对 拆带率 影响 鸡骨架小 骨骼发育不良 其外在表现常常为净肠短 并且净肠短的鸡 往往产道狭窄 这样的鸡往往开产晚 即使进入鸡蛋期 也常常表现为鸡蛋率低 鸡蛋个头小 严重的甚至不鸡蛋 这个镜上能有什么不就的方法呢 对 不行你就这样 把这样的鸡蛋挑出一头 挑出一头的话 给它这样是吧 好的饲料 好的饮水 预熟期饲料 好 蛋白还高 对蛋白还高 维生素还多 能量还大 这样的腸道 调理腸道这个 甲鸡鸡有什么药物比较好啊 肠道的话 最好的是调解它 调解它不是用药物 而用咱们这个益生菌啊 酵母啊 促进消化吸收的 这样比较好 小贴士 提升静肠的补救措施 一 添加高蛋白 预除7次量 促进蛋肌骨骼发育 二 添加益生菌 酵母菌等 微生态制剂 改善蛋肌 肠道消化吸收 三 在饲料中 添加适当的胆质酸 促进鸡对高蛋白饲料的消化吸收 李立鹏的罗曼粉蛋肌 已经达到100日零 标准体重为2.4斤 标准静长为10.3厘米 能补救的500只鸡 按照父亲还给出的措施进行补救 你看 你看 你看这个鸡 我发现 静长不达标 体重不达标 应该淘一部分 淘一部分的话 你看 要不咱俩 我给你挑点 是吧 我挑挑你看看 有吗 有笼 有笼 拿笼 那些体重小 小于2斤1两 静长低于9.7厘米的 尾部达标 附近海决定 帮李立鹏挑出来 全部淘汰掉 附老师 就这样挑 这挑力也太多了 就现在挑了 一二三四个洞 挑了这么多 就这样算 我这一碰即射 就这样挑得 还剩不下多少劲 挑的也太多 仍有一千五百只鸡 实在没办法补救 李立鹏舍不得淘汰 这也太多了吧 现在我这马上就 开拆了一百天来 挑出来都是 没有意义的 它都是标准一下的 我给你算笔账 每天刷二两多六 一块一毛多钱一六 那你得一天六七百块钱 它不给你产生效益 那你这样的筋 你如果不挑出来 它最后产弹少 或者不产弹 现在国家 你挑出这几个筋 这都是没有意义的 它对我说挑出十个 几个例子挑出十个 它下两个弹 下三个弹 你有意义吗 不是这就一个静昌 我这么多鸡都得套了 静昌体重啊 然后产弹这个鸡九十 这个鸡五十 你感觉上说 养它只是你这一棚鸡满了 是吧 只是有个心理安慰 你算整体可能就不挣钱 这个鸡逃了以后了 这个鸡 你甭开的时候 你才剩四千多点 我每天一只鸡 行就好 弄个两毛三毛 我一天能挣个一千多块钱 你这个好的 还是养上它 退一万步讲 这个鸡 挣着钱 这个鸡不赔不挣 你养它干嘛 当时啊我一想啊 这不行 这挑出来的太多 这鸡马上就开开了 你挑出来多了 损失比较大 到时候啊 是非常低处 李立鹏面对挑出的这些鸡 连连摇头 傅星海看到他这个状态 又聊起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曾经啊 我刚开始干的时候 也遇到你这样的情况 大概就在你这个时间发现 整体都越来越差 嗯 啊 当时我们请了老师对我们看 人家说你把这样的鸡都逃了吧 嗯 差不多也得挑出百分之二十多 我没逃 总是想着 等等等等等等 它会产胆好吗 等等等等 实际上达不到的效果 毕竟它从小的时候已经就不行了 我那匹鸡我算了在这儿啊 我那个鸡养了一半只鸡 正常我能挣三十块钱 我就连十块钱没挣了 嗯 长寿度啊 对啊 现在这个日灵理解了 你说卖肉 是吧 嗯 没人少 没有人少 对吧 你要是挑那个精神点了 卖给咱们那个走街串巷的那个 卖足迹的 嗯 也能卖一部分 有的可能是精神不好的 那你就 那你就直接 当动物饲料就 你可以卖那个 这个养狐狸的 养动物的 动物饲料它这个东西吃 多说给个钱算个钱 虽然淘汰的鸡 多少可以卖点钱 但是李立鹏觉得 这些不达标的鸡 还有产蛋的可能 他想再继续养一段时间 我后期多加点营养 盖一盖吧 大哥 咱们加营养 加好料 这个时间得有四十天了吧 对 但是效果也不明显 也就长成这样了 可以 可以让它歪点 我估计 下代的应该也没问题吧 那不逃 不逃 那我就没办法了 不行 你要说很小 再长起来 再高产 神仙 行 我再给老师说一说 嗯 我当然是 说 说真的这样 心里也不舒服 我是为他好嘛 帮助他了 对吧 他舍不得 他就养这么大了 多可惜啊 是不是啊 那么这样说 我养殖了这么多年 二十多年了 从九七年我开始养殖 你说这样说 这种情况我都见得多了 见得多了 我肯定给他是 一是一个好的建议 也许知道这个建议 也许有错 但是这样说我感觉 他的错可能只有 万分之一的一个几率 他那样的话 基本上都属于是幻想 面对这一局面 帮福不得不暂时终止 是吧大哥 对啊 现在做事一百 一百天来 马上开开来 这样套了太多 我接受 反正我接受不了 现在看 这么大个来 那如果这样的 按肉机卖的话 这样能卖多少钱 现在这个日令里 它又没多少肉 不值钱 不值钱 对 你卖不了的机会 这样吧大哥 我这劝也劝不动您 您今天晚上好好想想吧 然后我也给人 傅老师好好说说 对吧 我觉得他也挺尴尬的 是吧 给咱们帮个忙 然后就搞得不愉快 也不太好 您说呢 行 行吧 行 我洗那把 也知道 知道但是 你挑的太多了 你自己孙势不是太大 所以打势一试 还是接受不了 我心里也难受 我能理解 他能把这个鸡 当做孩子养 那种不舍得 但是我知道 专家老师是为了 大哥好 把鸡挑出来 能把鸡给养好 当时是专家老师 一直在给他讲道理 我希望就是 大哥能自己 能转过这个弯来 自己去愿意 把鸡给挑出来 听了帮小妹的劝解 李立鹏意识到 傅庆海也是好心 决定明天亲自去找一趟 傅庆海老师 第二天一早 方小妹和李立鹏 来到了傅庆海的养殖基地 傅庆海热情地带我们参观了他的养殖场 傅庆海的养殖基地 占地300余亩 存栏总基40多万套 同时拥有御储基设六栋 年饲养量在50万只左右 在傅庆海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总基基设 傅庆海的养殖基呢 对 工基 对对对 总基嘛 对 你看 你看 李立鹏你看 你看我这个基 是吧 是吧 你看这个均匀 均匀 我这个是罗曼辉 总基 罗曼辉总基 怎么样大哥 挺好 他的个头挺大的 要是整基度挺高 整基度达到了将近90 是吧 现在应该多少日零零零 130 20天吧 132天 现在拆匀率能达到多少 达到 今天我们一看应该是两成多一点 两成多一点 开匀是多少天开匀啊 开匀在110多天就见诞了 这么早啊 嗯 这个接待挺早的 现在这个情况吧 多数里的120天 130天 对对对 这个接待挺早 嗯 长得个儿大 是吧 静长达标 起重达标 然后日丁差不多的话 它就自然而然开产了 哦 现在这个个头能达到多少斤 现在标准的话 应该在二斤 这个应该1320克 1320克 你这是中体是吧 哦 哦 哦 王上说 咱们不在那儿撑一下 行吧 行 我带着撑是吧 你给我拿着 我们随手抓一个 看是多少啊 嗯 看看是多少 2.8 2.8 嗯 对 2斤8 2斤8两 嗯 啊 这个这时候起重 应该在2斤6两 咱们又测一下静长 啊 静长是多少 看看 10点多 是多少 10公分吧 嗯 嗯 怎么样大哥 踢中 健康都大不了 立宝你看 你看我这个踢 你看它得劲 舒服 是吧 王上边心里也 也高兴 高兴 对 有小的 有大的 有妮儿的 是吧 那样的 你心里看着 都别扭 我相信 李大哥看了之后 也挺满意的 也希望自家鸡 能够长成这样 会有羡慕之情 对于李大哥 是有刺激 舍 舍了就有得 对吧 那么那个羊 那个一千度之鸡 它不下蛋 每天要吃掉 多少料 每天要吃掉 二两料算 每天要吃到 两百多斤料 每天就是 两百多块钱 没了 然后的话 那些 属于亚健康的 有病的 它还是一个 潜在的危险 它容易感染一些疾病 还容易传播到 其他的 肌的身体 敢想敢做的性格 让父亲还遇到问题 立刻解决 一步一步 才走到了今天 那么这样说 我的一个事业 我的一个 算事业吧 我捨去了许多 陪伴家人的事业 那么这样说 可能就是 我得到的 我事业的 小成功了 别人都不敢想 但是 他不光敢想 还敢做 他一般 认准的事情 他都会去 冲这个方面 去研究 懂得取舍 敢想敢做的性格 让父亲还遇到问题 立刻解决 一步一步 才走到了今天 并且有能力 帮助别人了 感受到李立鹏 还是没有狠下心来 要把鸡淘汰掉 于是父亲还提出 明天再去 李立鹏的养殖场 用最后一招 来给李立鹏讲明 淘汰掉 不合格鸡的必要性 傅老师 您拿一个拖盘 和剪刀干啥呀 我今天给他 给他让说 解剖几只机 看一看 看一下 行 好的 你这样你看 我带工具了 完了以后 我给你 找几个 根小一点来 你解剖看 看内部发育一个情况 是吧 行吧 行 那这 几乎几个 对 找两个 刺一点的 看看里面发育的情况 行吧 行 行 你看这个净肠 刚才凉的 肯定不达标 你知道了 7公分多 我都8公分了 体重 它刚称了 1.4 1.4 2.4 你说差多少 差一斤 差一斤 然后这样的机的话 你看 咱们抓这个机 塞它不圆吧 大哥您平时有解剖过吗 没有 第一回 这叫 鸡胃 鸡胃 里面都是料 对 它有一层膜 为什么这个料 吃进去是黄的 拉出屎是黄的 吸收不了 那正常咱们吃进去 这个料颜色 应该是 变成什么样的 变成黑色 黑色 过料 我们通常叫 俗话叫过料 只是在肠道过了一遍 它没有吸收 我认为这样的机 下单机率 不能说百分之百 没有 几乎百分之八十 都会不下单 最终 李立鹏意识到 这些不达标的机 已经没有开产的可能了 虽然有百般的不舍 但为了更好的效益 也终于是下了狠心 在傅敬海老师的帮助下 一个个鸡笼仔细查看 最终 近一千五百只鸡 只能淘汰 低价卖给商贩 或者养殖肉食动物的农户 从而避免开产后 产弹率过低 不产弹等 导致饲料百百消耗 造成的不必要损失 一个月后 我们再次来到李立鹏的机历 我过来了 李达哥 怎么样了 咱现在这个情况 现在非常好 现在体秀凉 外景也好 下了一代了 非常好 有事吗 真是 对 这什么时候下的大 现在下代已经快一成了 现在正陆陆续续正下的 个头现在怎么样了 个头现在已经都不修了 都打表 您给我称称 我要看一看 行 行 行吗 看看 看是多少 三斤 对 三斤 厉害 其他的呢 我再称一句 哇 这个更沉 三斤二两 对对对 正常现在也打表 是吧 两两两 来看是多少 10.6 10.6 咱正常是 正常的是 10.3了 哎 打标了 挺好 嗯 但也不是大的大小的小 对对对对 现在正细度非常好 好 这一次的帮扶结束了 最终李立鹏大哥淘汰了他那些不合格的育成鸡 收获了均匀度很高的鸡群 正如父亲海老师所说 有舍才有得 让鸡需要胆大心细 做到这些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但却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 感谢观看